大家好,欢迎观看本期视频 最近马可波罗海业宣布 拿下台湾海洋研究院一艘 总值近2亿元的高端海洋科考船ORF订单 这是它史上最大规模合约 也是新加坡造船业近年来 最具象征意义的一笔项目 这不是普通货船也不是一般工程船 而是技术密度极高的科研船舶 包含DPR、动态定位、低噪声船体电池储能多 波数声纳、ROV作业实验室 这些全部代表着最难造 最考验工程能力的那类船 如此一来新加坡造船业不仅闪亮回归 更显现出了它在蓝色经济领域 如何用科技与实力重铸荣光 那么问题来了 台湾为什么会放心把这份超2亿新币 接近47亿台币的订单交给马可波罗海业 更重要的是这艘科考船会 如何推动未来的海洋科技 新加坡在蓝色经济中占领的全新地位 又意味着什么 接下来我们一起揭晓 新加坡造船业在成本上 它无法与中国或韩国竞争 但在高端特种复杂传播领域 新加坡仍具备工程底蕴 项目管理能力与国际信誉 这一次马可波罗海也接下 的是其造船史上最大订单 但更重要的是 它拿下的是科研船订单 科研船是船舶行业天花板级别的产品之一 从DPR动态定位系统到水下噪声控制 按稳标准 再到整合实验室 海床声纳遥控水下机器人ROV系统 这些技术都意味着造船厂不仅要造船 还要理解海洋科学 海底工程数据系统与先进电力管理 而新加坡正好具备这种跨学科造船能力 马可波罗海业此次胜出 是对新加坡造船业向高技术深专业走的最强证明 也象征新加坡过去十年推动海事科技 Maritime Tech转型政策终于开花结果 这不只是造船业的胜利 更是新加坡蓝色经济战略全面提升的一环 新加坡近年来不断布局海洋科技 海事数码化海洋能源与离岸风电 各大政府机构从MPA到M均在强化所谓的Blue Economy 而这艘来自台湾海洋研究院的科研船 恰好涵盖蓝色经济中的三大核心技术方向 第一绿色能源与节能技术 采用电池储能系统ESS 废热回收低排放动力模式 第二海洋探测与数据科学 整合多波数声纳海床成像系统水文监测设备 第三D噪音低干扰科研平台 符合国际Owen水下噪声标准 值得注意的是 虽然船体将在印尼建造 但工程设计系统整合项目管理由新加坡主导 这意味着新加坡正成为一种 区域海洋科研船舶工程中心 不是造最便宜的船 而是负责最复杂的工程 最关键的知识密集环节 未来这将成为新加坡在蓝色 经济供应链中的核心优势 一个能够服务政府 科研机构能源巨头的高端工程生态 这次订单还有另一个重要意义 它让更多国家看见新加坡 在区域海事工程中的中枢角色 台湾海洋研究院本可以选择日韩船厂 甚至与欧美合作设计 但最终项目却由新加坡企业主导整合 这不仅体现了新加坡在高端项目的可信度高 还说明科研机构愿意在技术 复杂度最高的项目上与新加坡合作 更代表着区域海事科技网络 正在以新加坡为中心形成 此外传上许多关键仪器来自欧洲 如声纳定位系统 电力管理模块等 而马可波罗海业负责整合所有系统 并确保兼容性 这考验的是项目统筹 与工程系统能力 换句话说 新加坡不是供应商 而是区域供应链的统筹者 这类高端项目的成功执行 将为新加坡打开更多潜在机会 例如日本韩国海洋研究单位 东盟国家海事研究机构 国际能源与海洋地质组织等等 新加坡在未来的海洋科研能源 与海事科技领域将 获得更强的溢价权与影响力 马可波罗海业拿下这笔径 两亿元的台湾科研船订单 象征新加坡在区域蓝色经济高端科研船舶 绿色海事技术与海洋科研 合作中的核心地位进一步稳固 这是新加坡海事产业的一次硬实力回归 科研船所需的核心技术 DPR能源系统复杂结构设计 与马可波罗在离岸风电船领域高度重叠 形成明显的技术协同 更重要的是这类项目具备示范效应 接下来马可波罗有望接到海洋监测船 离岸风电勘测船 海洋地质船专用气候研究船等等科研订单 这些都是全球需求上升 但供应高度稀缺的高价值船型 一艘科研船让世界重新 看到新加坡造船业的专业深度与未来价值 那么你怎么看新加坡未来蓝色经济的发展 欢迎在评论区分享你的观点 如果你喜欢这条视频 请为我们点赞转发 分享给你的家人和朋友 订阅我们的频道 打开小铃铛感谢观看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欢迎订阅我们下期视频